我们善息是韩国导演洪尚秀2013年的电影 此片获得了洛加诺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 作为一个典型的作者导演 他的作品风格具有统一性 只有一套对世界的看法 是影片全部环节的作者 即鲜明的作者化特征 这是安德烈巴暂对作者电影的描述 这种强烈的艺术风格 为工业化的电影产业注入了一股侵权 洪尚秀总是在看似无聊的日常生活中 企图寻找某种神话 这种故事看似缺乏戏剧性 却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平凡人的生活常态 在现实的日常之下 寻求更深的含义 而所谓神话就是把日常生活 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 更加深刻的意义之上 不着痕迹地刻画着生活的真相 从琐碎的生活细节中 窥视人性和矛盾 在生活的沙堆中 构筑审视生活的建筑物 在我们善西中 善西和三个男人的偶遇 使他们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 在遇到善西前 影片中的三个男人 都有着各自的生活和烦恼 善西的大学教授家庭稳定 但过于平淡 善西的学长和老婆有矛盾 自己独居 善西的前男友 刚完成了一部出色的电影作品 不过感情生活还没着落 这些人的生活都平淡无奇 处于平静的状态 这就是洪尚秀导演 精心不止的日常 但是在这 庸长中却隐藏着人物内心的欲望 善西的出现 更是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影响着这些人的情绪 他们在遇到善西之后 都不约而同地 忘掉了他们本身的烦恼 加入到了善西所探讨的 自我纠结和未来的畅想之中 并且各显神通的对此发表洪论 他们都回避了自己的真实欲望 三个男人的对话 都显示出一种 极其相似的虚假性 他们讲话内容的空洞 和高涨的情绪 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之中便清晰地表达了 角色内心不能明眼的欲望 洪尚秀喜欢把这种欲望 放到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去 为了吸引善西的注意 三个男人都拼命 想在谈话中 显示出自己的吸引力和风度 但是却常常借着酒精 将自己的苦恼显现出来 观众能够明显地感觉出 交谈的内容 并不在于讨论人生与未来 而是直指欲望 企图掩饰这欲望的知识分子 一边喧宾夺主 一边追求吸引效果 在一番热闹的对话中 善西给教授的一个拥抱 和给前男友的一个吻 都令两人十分欣喜 立刻忘记了他们本身的苦闷 洪尚秀似乎带有自嘲的意味 知识分子贩卖理性的话语 但追求的东西 不过和平凡的人无异 导演对于场景的选择 依然遵循其日常性 每个场景都可以看作 是一个小说的章节 公园 餐馆 酒吧 草地 这些看似随机的场景 都是经过导演精心安排的 保证了叙事的连贯性 在这些场景中 导演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 基本采用全景以及中近景来拍摄 并且全部采用固定镜头 单调的封闭空间 迫使观众更加集中注意力 于人物对话和细节变化上 这样的选择 在叙事上十分添尽日常生活 自然流畅 这些场景通过故事本身的 内在联系串联起来 又或者是生活本身就存在的 微妙联系 表面悄然无声 实质上 零碎的欲望经过不同场景产生的细微反应 而聚焦在了一起 实际上就是三个男人 因为对女主角扇希难以诉说的欲望 而恰巧走在了一条路上 导演简洁的电影语言表现极强 把男人女人喝酒聊天 这样庸俗的生活用电影语法结构串联起来 其内涵在这种结构中推向了更多的理解可能 而使电影像小溪水一般 蜿蜒流畅 润物无声 细细品丝 窥见生活本质 洪尚秀只是截取了平凡生活中最无聊的片段 但却每次都让人在看似无聊的片段中 找到自己想要的那部分 把演用这种极简主义的手法成就了其个人义务风格 令电影在日常之外有了某种神话的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